我们一起来做默想祷告 我们的天父上帝 我父上帝赐福于我们 上帝主宰着所有的一切 唯独我父能使我们遇见 身处于最谦卑的耶稣 为此上帝赐给了我们主的奥秘 正是让我们认识基督 主啊 今天我们遇到了很多的困难 我们遇到困难 正是为了让我们谦卑谦虚 神明记八章二节 求主帮助我们 使我们领受主的话语 使我们得到主的允许 在这时间我们相信 主主宰着所有的一切 唯独主的话语造就我 主的话语是我的内心平静 使我们正确地看待世界的一切 主啊 我们相信主帮助我们 我们相信 因信耶稣基督有神迹 其实跟随 奉耶稣的名感谢 我们也先祝福祷告阿门 我们一起来告白一下绵羊 我们大家今天 是种下了善的果子呢 还是种下了恶的果子呢 我们人 内心都不知道自己是属于圣灵呢 还是被魔鬼挟制了呢 我们一起找一下诗篇49篇20节 如果我不承认的话 我们不信耶稣基督就被魔鬼挟制了 我们首先要认识我自己是谁啊 我们要认识自己的内心是 由什么来主宰着的 我们为什么遇到了问题呢 上帝是为了让我们做人呢 我遇到很多很多的问题 这正是告诉我 我现在还没有真实的做人 在主面前我们要承认 哎呀主啊 我真的现在什么都不是啊 我们光有外表的肉体而已 而我内心完全是死去了的 上帝是最爱我们的 要拯救我们 为什么我们的祖祖先鲜 曾经也说 哎呀人怎么就像禽兽一样啊 我们讲俗话 都说自己人如同禽兽一般啊 我们的灵魂没有活的话 就如同禽兽一般了 大家知道 只有上帝的话语 能让我们认识到 哎呀我真的连禽兽都不如啊 因为只有上帝的话语 是照亮我的内心 使我认识到自己 很多人说哎呀 我可有三个博士学位啊 哎呀 我可有了什么什么样的学历文凭啊 这世俗的一切 这算得了什么呢 其实我是谁 我们认识自己嘛 我其实就是粪坑里的蛆啊 我们要认识自己的位置 我们要认识自己的本分 这才是真实的做人呀 但是在这世上 如果别人说 哎你不就是一颗蛆吗 我们反而会觉得 哎你是不是在侮辱我 辱骂我呀 约伯记二十五章六节 我们就是蛆啊 我们如同蛆一般 我们如果认识自己的身份 就如同是蛆一般的话 因为如同蛆一般的我们 上帝却拯救我们 上帝造就我们 使我们做人了 这多么的感谢呀 我们找一下 《铁撒伦仁家前书》一章五节 诗篇四十九篇 二十节呢 先不读了 我们今天来到主面前 大家现在遇到的困难 哎呀 我有很多的心愿 但是心愿没能得到实现 上帝是能实现我的心愿的 上帝呢 是能造就一切的 我们相信我们的心愿 在主里面得以实现 我们相信我们的心愿 得以实现的时候 是盼望 是喜乐 是幸福啊 大家现在 此时此刻 正是上帝的话语造就我们 实现心愿 赐福于我们 《铁撒伦仁家前书》一章五节 我们读一下 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 不独在乎言语 也在乎全能和圣灵 并充足的信心 正如你们知道 我们在你们那里 为你们的缘故是怎样为人 阿门 这句经文 我们大家再读一遍吧 上帝的话语 这样的好 我们要大声的 发自内心的读 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 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 不独在乎言语 是主的话语 我们大家都阿门 我们今天来到主面前 是为了来聆听 是为了来聆听福音的 因为主的话语是能力呀 是力可能行的能力 而很多人说 牧师但我怎么就没有经历这么好的能力呢 我们一起来找一下哥罗西书二章二节 主的话语 并不是光说说而已的 主的话语是能力呀 是实实在在的权柄啊 一定是能行的 我们找一下哥罗西书二章二节 大家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总会遇到一些困难 遇到困难正是为了教 正是为了教导大家所不知道的 为了告诉我们所不知道的 主的话语 上帝的话语是能力 是实实在在的权柄和能力 是力可能行的 大家现在为什么遇到困难 遇到困难也是由上帝引起这困难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种下了什么 就如是让我收返还呀 加拉太师六章七节 这分明是我种下的 也是我的祖祖先仙所种下的 所以我们要温顺地接受一切呀 有时候我们在走在大街上 我们觉得 我们有时候就破口大骂 哎这到底是谁 谁这样的呀 我们觉得倒霉了就会破口大骂 其实遇到倒霉的事情 不要破口大骂 因为骂 全是骂了自己 骂的是自己的祖祖先仙而已呀 弥加说六章九节 所以 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处境和问题 我们 威顺地接受吧 是自己种下的 也是我的家人和我的祖祖先仙 种下的呀 大家现在遇到困难了吗 那这病 大家知道 正是因为这个眼前的问题 导致我们 很多事情不顺利 上帝是为了让我 从中 来学会这问题的根源是什么 上帝 引导我悔改 为的是要赐给我智慧和知识 领受了上帝的智慧和知识 使我们明白一切呀 有一次我朴牧师去某一个大学 在科学研究的领域里 他们讲的话 我是听不懂的 他们的 他们搞的科研 我是第一次听说 我不知道我就该怎么办 我不知道 说明我还没有悔改 所以我向主承认 主啊 我真的是什么都不知道啊 我真的是个无知的罪人 求主饶恕我 我就睁开眼睛 这样悔改祷告了 结果主的声音告诉我 哎 您这么做就会粉碎的 我就讲了一句 结果人家就吓一跳 哎 牧师怎么知道的 我不知道啊 是我父上帝 只叫我告诉我的 夫妻之间发生的所有的问题 都是我们需要悔改的内容 而面对夫妻之间的问题 我们却不悔改 我们反而发火 发脾气 比如说在工作上 遇到了困难 我们应该悔改 哎呀 主啊 是我的错 是我的罪恶 这是菲利比书二章四集 而我们反而怎么做呢 哎 你看这个人多坏呀 我 我看见那个人多坏 那次是说 我需要认罪悔改 而我们却不肯认罪悔改 反而觉得 人家特别坏 这就是我们看错现实 我们看不清自己是谁啊 我们现在遇到困难了 很多人今天来到主面前 上帝 上帝是给了我们爱子耶稣基督 上帝也是让我们认识上帝的奥秘 这是基督啊 我们所面临的困难 我们所面临的问题 这都是上帝的公义呀 而当我们认识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的时候 眼前的问题 就能得到了答案呀 菲利比书 哥罗西书二章 二到三节我们读一下 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 因爱心互相联络 以致风风足足在物行中有充足的信心 使他们真知上帝的奥秘 就是基督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 都在他里面藏着 阿们 上帝的奥秘正是让我们认识基督啊 上帝的奥秘 正是让我们真知道基督啊 这正是上帝在创世以前 遭遇预定好的奥秘啊 让我们认识基督是为了什么呢 上帝能赐福于我 上帝也能拯救我 上帝也能赶出恶魔鬼 上帝也能与我同行 上帝主宰着这万有 三摩秘上二章六节 我的想法 我的言行举止 上帝都在查看 而且全都知道的 那上帝是做什么的呢 我们的祖祖先先 正在我的岁数的时候 是做了这样的事情 你在几年前也犯了这样的事情 你所做的 我如实地返还给你身上 是一篇五十篇二十一节呀 如果我们悔改了 我们因信耶稣基督 认罪悔改了 就能得到饶恕 这正是上帝的奥秘呀 我们今天来信耶稣基督 正是因为 上帝的话语 能挡住一切的灾害 因为上帝的话语 是能力的 是权柄啊 我们犯了罪恶 我的祖祖先先也犯了罪恶 因罪恶导致我们很痛苦 很忧愁 而这个罪恶 能得到饶恕的 这罪恶能得到赦免的 这正是靠上帝的奥秘 基督啊 所以 因信耶稣基督 我们认罪悔改了 问题能得到解决 不仅问题解决 能让我们的罪恶得到赦免 能让我们得福啊 我们祖祖先先的所做的一切 都会 就比如说 一个公司倒闭了 那么 就像是我们的人生一样 我们因信耶稣基督 我们能靠着主耶稣基督 保抢的能力 战胜一切的 只要我们信耶稣基督的话 每天每天 给我们带来的是祝福啊 我们不信耶稣基督的时候 我们所种下的恶果 如是返还到我身上 而我们信了耶稣基督 因信耶稣基督 使我们战胜一切 使我们战胜罪恶的挟制了呀 是祝福啊 格罗西书二章二节 我来读 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 我们内心愿意得到安慰 我内心怎样得到安慰和平安呢 夫妻之间 夫妻能给我带来安慰吗 丈夫 想从妻子那里得安慰 妻子想从丈夫那里得安慰 而这都是得不到的 因为只有 我的内心 只有上帝知道啊 真言十四章十节 有些人面对自己的妻子 就说这辈子 你怎么不了解我 不理解我呢 圣经的话 有很明确地告诉我们 人内心不可能理解人的 那面对我的妻子 面对我的丈夫 我们要认罪悔改呀 我们悔改了 使我们在基督里 和尔唯一是幸福和睦的 马太坟十九章四到五节 就像一个刀 是磨不出刃来 两片刀片 两个刀片就能磨出刃来 所以夫妻之间 就如同仇敌一般 马太斐十章三十六节 有些人说 哎呀 我跟一个人相处 相处了五十年 真的是精挑细选的 尽管是精挑细选了 我们也要 隐信耶稣基督 寻求主耶稣基督的安慰 夫妻关系不和睦 是因为我内心 不平安呀 夫妻关系不和睦 都是因为我内心寻求的是 贪恼和私欲 对方怎么不理解我的内心 这都是在寻求自己的贪恼和私欲 所以是自己的错而已 是自己的罪过呀 就比如说有一句死尸的话 一个尸体呢 没有自己的想法 也没有自己的性格 面对尸体 尸体就是尸体了 因为完全死去了 我们信耶稣基督 我们受洗礼 就像是我的自我完全死去了一样 哎呀牧师那我们就要死吗 我们死是让我的自我完全死去 我的自我 我的情欲 我的肉体的私欲 要同钉在十字架上 完全死去 为的是让我们因基督活过来 为的是让我们得幸福 这世上的人是不能给我安慰的 那面对世上的人 我要悔改呀 所以无论面对谁 哪怕是面对妻子 面对丈夫 并不是讨厌的对象 是 这不是讨厌的人 他 他 我觉得他特别的惹我 惹我发脾气 其实呢 他的言行举止 通过他的言行举止 让我来认识到上帝的美意 因为他惹我发火 其实是我一直在惹火 我一直在 我一直在惹别人发脾气 我一直 就是 他的言行举止呢 都是我身上有的 我要认罪悔改呀 所以无论面对什么样的人 无论面对什么样的言行举止 你要做四階段悔改呀 所以只有上帝的奥秘 只有上帝的话语是能造就我们 拯救我们的 上帝的奥秘 耶稣基督是首先让我的内心得以平安 让我的内心得以平静啊 就比如说大家遇到问题了 大家所遇到的问题呢 这都是大家种下的恶 这都是大家种下的果子 也是大家祖祖先献所遇到的果子 种下的果子 所以 大家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了 大家遇到什么样的问题了 就认罪悔改祷告吧 就比如说大家想钓鱼 大家想去寻求爱好 所以去爬山登山 越是追求爱好的时候 夫妻关系更加的不和睦的 大家如果夫妻关系不和睦的话 儿女受遭殃 儿女很痛苦的呀 我寻求爱好 我的爱好那都是体贴肉体的 是跟随魔鬼的私欲 因为爱好总是在变化 我曾经喜欢钓鱼 但是我最近又爱爬山 而我最近又爱打高尔夫球 总是这样反复无常啊 而基督呢 信耶稣基督是有忍耐心 因为基督是永恒的 上帝是永恒的 圣灵也是永恒的 信耶稣基督是能学会 耶稣基督的忍耐呀 而魔鬼呢 魔鬼就是反复无常的 一会儿这个样子 一会儿那个样子 在这世上我们说 一个人没有忍耐心 没有忍耐心 那都是因为内心没有上帝 被魔鬼挟制了 上帝让我们的心得安慰呀 能让我的心得安慰的 是靠上帝的儿子 耶稣基督啊 因信基督使我们内心得以安慰 我的内心平静了 我的内心得以平静的时候 才能正确地看待所有的一切呀 就比如说 我内心有波浪有波纹的时候 我看到的一切都是有波浪有波纹的 而我内心平静了 我内心平静了 就能正确地看待一切 我内心得以平静的时候 我内心得到主的安慰的时候 才能正确地看待一切呀 而我内心都不平静 这时候我所出的所有的作品 那都是弯曲的呀 而能让我得以平静的 是靠上帝的话语 是靠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啊 我现在遇到的困难 我现在遇到的所有的问题 这都是因为我内心没有得以平静 我内心都没有洁净啊 上帝赐福于我们呀 上帝给了我们奥秘 正是爱死耶稣基督 今天真切地来迎接耶稣基督 信耶稣基督吧 今天这句经文是非常丰丰富富的 首先我的内心要得安慰 我的内心要得以平静 我内心不平静 我内心不平安的话 就总是 就是总是忐忑不安呀 就怎么样都不平安 我们的生活在平 我们的生活为什么不平安呀 我的内心为什么不平静呢 而上帝的奥秘 耶稣基督 首先使我的内心得以平静 首先使我的内心得到安慰呀 我们大家做四阶段悔改吧 做四阶段悔改 内心是得以平安 内心是得以平静的 上帝赐给我平静的心 使我正确地看待一切 上帝赐给我的心 使我认识到 哎呀 原来我这里错了 哎呀 原来这个是我的错 哎呀 原来这是我的失误 是我想错了 是我理解错了 是我看的错了 所以 面对妻子 面对丈夫 我也会发现 哎呀 原来是我错了 是我想的错了 所以 向主求饶恕 我认罪悔改呀 我内心得以平静 我内心得以平安了 这时候 面对 面对不平安的灵魂呢 就能 为他祷告啊 大家知道 新约旧约 都是要拯救我们的 是主的话语 而我内心 有邪恶的罪恶的时候 面对主的话语 是不爱听的 越是我需要的时候 我却在排斥主的话语 不肯听主的话语 为什么要听主的话语的时候 正是要排斥 要听主的话语的时候 反而在打瞌睡呢 罗马书二章六节 我的言言行举止就能看出 我是什么样子的 真言二十章十一节呀 只要我们认识上帝的奥秘 耶稣基督 就能解开所有的一切呀 因为只有耶稣基督 是能解决罪恶的问题 有些人说 我经济上遇到困难了 因为很多人都是贪恋钱财的 我们在这世上 所有的事情 都是和钱财有关联的 而上帝说 钱财是上帝赐给我们的 是很容易让我能得到的 而我 为什么始终没有得到祝福呢 分明是这错在我身上啊 因为上帝永远是正确的 而我今天需要认罪悔改 我今天要迎接耶稣基督 信耶稣基督就要悔改呀 首先我的性格得以医治 我的性格得以平静啊 上帝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上帝让我们为身边的人祷告 为父母祷告上帝听的 我们大家现在静静地闭上眼睛 我内心不平安不平静 是需要基督的保险洗净我呀 我们现在遇到困难了吗 我们现在遇到问题了吗 无论什么的困难 无论什么的问题 我内心为什么不满足呢 我内心为什么不开心 不幸福呢 那都是因为我内心追求的是 自己的贪婪私欲 我内心所追求的贪婪私欲 向主承说 向主祷告悔改吧 夫妻之间为什么不和睦啊 妻子追求的是妻子的贪婪私欲 而丈夫追求的是丈夫的贪婪私欲 很多人说 哎 是我们性格不和 不是性格不和的问题 是因为大家并没有寻求主耶稣基督 寻求的是自己的贪婪私欲了 今天我们大家 因心耶稣基督得安慰吧 只有上帝的奥秘 耶稣基督 上帝的儿子 耶稣基督是能解决我们所有的困难 我现在面临的问题 这都是因为我追求的是我的贪婪私欲 面对父母 我为什么不能尽孝心呢 为什么不恭敬父母 反而在抱怨父母呢 这都是因为我内心贪婪私欲 我追求的是我的贪婪私欲 基督的宝血是能奢免和洗净一切的罪恶的 我的罪恶再 顽梗 我的罪恶再多 基督的宝血全能洗净涂抹掉 基督的宝血分明能解决罪恶的问题 而大家为什么始终不脱离罪恶呢 因为大家的信心渺小 始终不信呢 哎呀 我的罪真的没了吗 哎呀 我内心这样的不好的性格 真的得医治了吗 这总是回到过去啊 基督的宝血洗净我呀 我的内心有无悔肮脏的罪恶 我过去不好的行为 言行举止 我心里还带着 靠着基督的宝血洗净吧 我们向上帝求饶恕啊 我父上帝 我犯罪 每当我犯罪 都是让上帝难过了 我所有的一切都是得罪了上帝 正是因为我的罪恶 耶稣基督 钉死在了十字架上 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出的宝血 正是为了拯救我 让我这个罪人 能与上帝和好啊 而我却让上帝难过 而我的罪却一直得罪了上帝啊 求主饶恕我的罪恶 求主怜悯我 比如说我的疾病 我经济上的困难 这一系列的问题 都是因为我得罪了上帝 是我犯罪得罪了上帝啊 我们向上帝求饶恕的时候 有上帝的声音引导我 洗净你的内心吧 基督的宝血能洗净我的内心的 上帝饶恕了我 主耶稣基督的宝血也能洗净我的内心 而我的心里总是在 追求曾经啊 就是说 我的内心总是在体贴肉体 体贴世俗 这时候 信耶稣基督的奢免 信耶稣基督的救赎之恩 我们坚信 我父上帝洗净了我 使我成了崭新的新人 求上帝赐给我信心啊 因信基督 上帝赐福于我 使我成为崭新的新人 因信所求的 必能得罪啊 基督的宝血洗净我 奢免我 主耶稣基督的宝血 使我能领受上帝的赤和和知识 此时此刻 我是崭新的新人了 上帝赐福于我 使我成为 凡事都能做的人 是在耶稣基督里的 崭新的新人 过去的想法 不能再挟制我 过去不好的行为想法 不能再挟制我了 今天基督的宝血 彻底的洗净我 因为我父上帝 最了解我 是知道我的内心的 主耶稣基督的宝血 能洗净我一切的罪恶 今天我们向主 承认自己的罪恶 我们向主求饶恕的时候 主耶稣基督的宝血 洗净我 我在耶稣基督里 得以赦免了 上帝帮助我的 我们向主承认 主啊 我没有过去了 因为耶稣基督 洗净我 耶稣基督的宝血 赦免我 使我能得到 所有的祝福 在耶稣基督里 我现在是重新开始 只面对耶稣基督 只跟随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是重新开始啊 我现在是重新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